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来关心最新的气象资讯 相信这一两天民众出门都可以感受得到 天气就像是秋老虎一样是会咬人的 还是相当的闷热难受 不过还是提醒您这样子闷热的天气 预估还是会持续到周五左右 而周五之后呢 午后雷震雨的状况又会更加明显一些 到时候下起雨来高温就会稍微舒缓一点了 不过还是要提醒您 持续水染进入秋季 整个紫外线还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其民众这几天出门 一定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千万不要轻忽大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重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比较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富二代高压笼罩的范围了 而未来的预报上 整个富二代高压会逐渐冬移并且减弱 所以这个五后雷震雨的情况 会在未来几天一天比一天还要明显了 而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 就是南边这些热带云系 逐渐还是在发展当中 有机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 甚至是台风 会影响我们下一周的天气 所以请民众这几天 一定要随时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几天的降雨预报 从降雨预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降雨的情形是一天比一天还要明显 一直到周五周六 整个五后雷震雨的情势又会稍微显著一些 特别是东半部都也还有降雨的机会 请民众在如果这几天 如果要去东部玩要格外留意一下了 而未来一天的降雨几率 我们可以看到 明天西半部的降雨距离 大概是10到40左右 而东半部花莲还有40%的降雨几率 其他地方降雨几率都算是非常的低的 而在温度上来说 周三的温度最高温还是非常的高 全台湾的高温除了嘉义有30度 其他地方都有32到33度以上 可以说还是相当的炎热 而在低温上来说 全台湾的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左右 低温就显得凉爽一些了 听不懂趁着晚上出去散散步 吹吹凉风 亲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